大家好 各位貴賓 請把你們的聚焦聚到我身上 我叫慧君 從小我的父親就告訴我 一個女孩子一定要非常善良 非常正直 我的老師告訴我 我們做人要堅強 可是我們可能不知道 一個人太過於堅強 太過於剛硬的話 他就可能容易受傷 可能容易受到挫折 可是這個容易受傷的 可能是別人 也可能是我們自己 他就像這根筷子一樣 你看他非常的堅硬 可是他卻這樣 沒有彈性一嘴就斷了 所以我認為一個人的彈性 對我們一生當中都非常的重要 因為當你遇到挫折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非常彈性的觀念去面對的話 你就會走入史無童 我記得我的國同學 他叫做明珠 他是父母今的長相明珠 人如其名 他長得非常美麗 比我現在還美麗 謝謝 那他從國中到高中 一直表現都非常的好 那他不管是學業 他的容貌 各方面都是大家 活在長生中 可是在他大學的那一年 就只有那一年 他大學人考落榜了 那他這一次的表現呢 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他表現得非常不好 只是考上一個私立的學校 他從此 就因為這一次小小的挫敗 他覺得他的人生就完了 也因為這一次小小的挫敗 他得到非常嚴重的憂鬱症 他變成別人跟他相處 都覺得很有壓力 都覺得很不舒服 那漸進了大家都被他梳理了 那我想請問在座的各位 我們的一生 是不是也時常遇到挫折呢 人家說 一生的挫折 不足以有十之八九 可是當我們遇到挫折的時候 你是如何的去看待 你是把它看得很嚴重 覺得你的人生就完蛋了 還是重新調整 你讓你的心靈變得很有彈性 重新的站起來呢 我們知道呢 挫折要有彈性的觀念 觀念也要有彈性 因為我們一個人做人 如果你的觀念是非黑即白的話 你就很容易得罪人 我記得我們的機關 最近要響應中央的政府政策 所以我們聘了幾個公共就業服務的人 那這幾個公共就業服務的人呢 他們來到我們的機關 其中有一個同事非常的否定他們 所以就幫著大家一次公開的場合說 他們今天之所以會是 為他們的沒有核心競爭力 因為他們的身段不夠低 所以才會造成他們今天的失業 可是我另外一個同事 他就是公共就業服務的人 他不是這樣子啊 所以兩個人就幹上了 也就因為這件事情 讓我們的組織氣氛變得很糟 不知道我們在場的每一位嘉賓 你們是不是也曾經因為觀點的不同 你們看法不同 角度不同 而跟你的親朋好友 你的同事 你的長官 冒得水火不容的經驗 人家說橫看成嶺 側成風 遠近高低 各不同 每一件事情 會因為你看的角度 觀點的不同 而影響你的態度跟觀點 所以 你一定要有 觀念上的彈性 那麼除了一個人 忍受挫折要有彈性 觀念要有彈性 我認為人際關係更需要有彈性 我記得我十多年前 剛入社會的時候 我做任何事情 我都是零零腳腳 我做人也是零零腳腳 所以 我對人總是二分法 他不是敵人 就是朋友 不是朋友 就是敵人 我分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 當委長 要付我一件非常重大的案子 因為他很信任我個人的工作能力 可是這個案子需要大家 需要全體來完成的時候 我覺得是因為我的平常 人際關係非常的糟 所以我沒有辦法完成 也因為這個案子 我們的長官 他開始懷疑我了 後來 過了多年社會的磨練之後呢 一直磨 磨到我變成 是一個幫的人 我變成一個圓的人 但我學會了 我的身動變得比較低 我學會了去讚美別人 我學會了 用別人的角度去看待事情 我知道 要同理心 那我的長官呢 他時常就說 我的工作能力變好了 其實不是 是我的人際關係變得有彈性了 那我想請問在座的各位 人際關係是不是在我們的一生當中非常的重要 是不是 所以 一個人 他的觀念要有彈性 他的體能要有彈性 他的金錢要有彈性 他的人際關係 因為你的體能有彈性 你就動靜皆宜 我今天不管是我要當運動員 還是我做的讀書 還是我上台演講 我都有彈性 我都可以隨時 應變我要做的角色 那我的金錢有彈性呢 我就會不會說 我今天吃路邊攤 我就覺得自己很悲屈 我今天上五星級的飯店 我就覺得自己很高貴 那我的人際關係有彈性 我就會有同理性去看待別人 我學會了謙非 那如何要擁有絕佳的彈性呢 我認為 一個人的一生都充滿著選擇跟決定 那你就不要太過於執著 太過於堅持你原來的自我 一定要去設身處地地去為別人著想 這樣子 你就會擁有絕佳圓滿的彈性人生 謝謝大家 主持人 主裁判 各位裁判 各位會友 大家好 我今天很高興也很感謝 會君會友呢 他剛才分享了一篇 非常精彩的個人人生的演講 這篇的演講呢 他用這一個 他的這一個題目呢 就很吸引人 方與元 那方與元呢 一下子就把我們注意力呢 很清楚地展現出他要講的這個內容 同時呢 他在這個內容裡面的安排呢 他有三個段落 講一個 就是說我們首先 必須要有體能上的一個彈性 第二個呢 必須要有觀念上的彈性 第三個呢 是你在人際關係上面的一個彈性 這三個彈性 你都能夠照顧到的話呢 你才有辦法從一個很 這一個 各方面不太得意的這種狀況呢 逐漸的 好像倒刺反射一樣呢 可以來享受你美好的人生 那他在演講的過程當中呢 肢體語言 他的穿著打扮 各位可以看得到他的身材 然後重要的 他的手勢 非常的專業 他沒有一個動作呢 是隨意做出來的 這一方面 對我來講呢 我非常的羨慕 他的所有的這一方面的展現 但是在演講當中呢 我覺得有幾個小的問題呢 他假如能夠事先注意到改善的話呢 對他的演講的效果 絕對有幫助 第一個呢 各位可以看到 當你在這個台上 要走來走去 照顧到每一個角落的聽眾的時候呢 你有相當的困難度 我覺得呢 你需要有人來事先跟你搭配 來看看效果如何 因為你走在有些地方呢 燈光照不到的地方 大家看不到你的臉 你走來走去的時候 同時讓大家把你的 對你的注意力呢 分心了 這是一個 比較可以在事先來改善的地方 第二個地方呢 就是使用麥克風 使用麥克風的效果呢 你要好的話 要事先演練 這事先演練 在這個小蜜蜂的效果上面呢 有時候會有一些音 一個音 兩個音 會失聲 會沒有 那在這種狀況呢 所有的聽眾來講都是一種干擾 那對你精心準備的這種演講呢 這是一個相當負面的一種效果 所以我覺得呢 假如這兩樣 你能夠稍微把它 事先注意到的話 有其他同伴來協助你的話呢 你的演講會非常的精彩 那你同時呢 把大家所有的 這個關心的議題呢 同時帶到 你的這個演講的內容裡面 同時用你精彩的這種展現呢 讓我們分享到原來演講 是可以這麼享受 也可以把經驗呢 做這麼好的一種分享 那我期待呢 有機會能夠再聽到你 精彩的這種研究 謝謝 各位的音樂 古人說啊 中國人呢 在德意的時候是儒家 在詩意的時候是道家 那麼這也就是說啊 方根源呢 其實是人生的兩個極端 我們經常在這兩個極端當中呢 在那邊游移 那麼怎麼樣呢 能夠在方根源之間呢 取得一個平衡 那麼彈性態度呢 就是那個基點 能夠把彈性態度 運用得非常好 我相信呢 你就會做出一個非常正確的抉擇 那麼我覺得 剛才的演講者 他就是把我們人生的困境 跟解決的方法 透過他自己的經驗呢 表達出來 因此呢 在講的時候呢 他的這種真誠 讓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體會到 他所講的問題 其實也正是我的問題 他所提出來的解決之道 也正好是我可以運用得上的 我覺得這就是這一篇價值 這一篇演講的價值之所在 那麼演講者呢 他用一種非常誠懇的態度 用非常適中的這種音量 跟這個表情 跟字體語言 來把他的這種人生觀 傳達給我們 讓我們呢 能夠在不知不覺中呢 接受他的意見 那麼這一點 是我覺得他最成功的地方 那麼不過呢 我們在表達一種理念的時候 我們也要特別注意的是 整篇文章的架構 起承轉合 要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輪廓 最好不要是說 一會兒講故事 一會兒講道理 一會兒講故事 一會兒講道理 那麼這樣子聽下來呢 可能比較缺少一個系統 那麼還有一個就是語言的邏輯 前面的一句話 後面的一句話 他應該要是一種有機的連結 他的名字叫明珠 人如其名 也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如果你是說 他是父母掌上明珠 他叫明珠 人如其名 那在邏輯上 可能就會發生問題了 還有譬如說 各位把聚焦聚到我這裡來 我想聚焦是一個動詞 應該說 請把你的眼光聚焦到我的身上來 當然這是小的細節 不會因為這個細節 影響整篇演講的價值 不過我還是要給你一點建議 那麼就是說 我覺得你來開始 可以再更活潑一點 你可以用折筷子的動作 來綁住演講的開端 更能夠抓住大家的注意力 那麼還有一個呢 就是我建議你 不要重複太多一個名詞 譬如說擔心態度 第一段也講擔心態度 第二段也講 第三段也講 那麼講到後來 可能大家就會慢慢對 你最重要的那個重點 就會失去注意力了 那以上呢 是我對您 有一個誠懇的建議 希望你下一次能夠講得更好 謝謝 球打得越大力 它彈得越高 為什麼 因為它夠彈力 那相對的 剛剛各位看到 它用筷子 為什麼 太硬的 所以說呢 相對的它容易斷 如果你呢 弄到玻璃的時候 你有海綿 它不容易破 可是你一拳頭打過去呢 絕對是破的 從這個剛硬 讓它思考 也讓各位大家去思考 從剛硬 你去思考到 第一個 交朋友 你的剛硬 會失去朋友 再讓你去思考到 您 因為 剛硬當中 讓人有壓力 所以說 你的朋友 大家覺得你有壓力之後 就會離開你 因為這種思考 也讓我們台上跟台下的 幅度很好 讓大家 開始是想想自己的朋友 之間 是不是我們也給大家壓力了 就像我現在 是不是我會很緊張 讓大家壓力了呢 今天的演講 我們演講 稱之演講的 它是一個很好 很好的一個講題 因為 彈性人生呢 最重要就是 要我們發語言 等於要有發有緣 什麼時候是進退 這個一個很好思考的題目 如果呢 我們在整個演講當中 能夠給我最大的啟示的話 就是呢 他在用他自己的實力 還有用他朋友的實力 這是一個很重要 也很有說服力的一個方法 因為用自己的實力 讓你呢 感覺您 是一個 確實因為 彈性 得到了一些 思考的方向 如果 今天 對於我們 演講者 有一個小 建議的話 我覺得 在 他演講當中 可能延遲方面 稍微緊張 所以 他用的詞技 直接 講話 速度 可能再慢一點 尤其是 比較需要重點 需要 稍微停頓一下 讓大家 有一個思考 更加深層想想 我們有沒有如此 如果再加上 這一點點的 呃 改進的話 這種會讓他的演講 更讓我們台上 台下的人 更能夠得到更深層的 思維 對 對 總 有沒有總組 這樣